男嘉宾刘健是47岁 来自湖南乌农 女嘉宾王女士45岁 来自黑龙江戴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资料上面说您是李毅的是吧 对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应该不小了 我儿子20多了 您跟他交往是一年多 对 怎么想的呀 当时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就感觉到那个人吧 刚开始说的确实挺好的 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吧 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骗我 他在哪些地方骗了您呢 在我俩出的时候 他说要给我买个房子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感觉他根本 他没有能力给我买房子 那您跟他相处 也不是为了租房子对不对 我不是说为了租房子 因为你说的话必须得 得兑现 对呀 你不能说你出了 反而不是我要求你买房子 是你说要买房子的 我也不是骗他 我看中了他的人 我想挽留他 只能这样说了一句谎言 你要挽留他呀 他跟你提出过条件 说没房子不交往吗 没说 但是我也想的话 你这样说的话 他心里会高兴一点 哦 你是为了讨好他 对 除了房子问题 没说实话 还有什么问题 后来他又告诉我了 他什么 要我生孩子 反正我不能跟你生孩子 因为我的岁数比较大了 要个孩子 从生孩子到长大 你得多些话交 他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对呀 你也不能 在说我也不可能跟你生孩子 那个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跟您说过 他交往的时候他说了 我说我不能跟你生孩子 他也答应我了 答应我后来他又变卦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都是为了幸福一点 开心一点 回家的时候呢 就我的家人 他几十岁了 看到一个孙子 他多高兴 所以呢 我后来就改变了一下 我就想劝劝他 去年过年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他过年邀请我 到他家过年去 长沙这边 我也没过过年 也不知道多有意思 我去过去 我就到他家去了 到他家吧 没有两天呢 他家来好多人了 就是那意思啥的 你必须得给母生孩子 因为我们没结婚 你是二婚 感觉他家人 好像在批斗会 批斗我的感觉 我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第二天呢 我就回长沙了 家族的人给你压力很大 是不是 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自己有个孩子 两个人也那么大 都说自己老了 年纪大了 也有个照应 有了小孩了 还是比小 比没小孩也好多了 我这么问您 人家就不打算要孩子了 您还想也跟人继续交往吗 想 因为毕竟我们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还有一点感情嘛 再说你这一次再次骗我 头年前吧 我就是手机不好用了 我就给那个他打电话 我说你给我买个手机呗 不用太贵的 一千多块钱就行了 他突然是答案可好了 到现在我的手机也没给我买了 后来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手机 也没说到我没给你买手机 那个老婆我把钱给你 我补偿一下子也行啊 这话也不会说 我就感觉特别 老刘为什么呀 他感觉哪次都在骗我 那时候我在外面 给别人做工嘛 但工资还没给 没给钱给我了 我就不方便了 我就没给他买 一次次他总说这么说 好像我是骗他钱着 你说一个手机 我能骗你什么啊 那我刚开始外面说 就是你大富大贵 我跟你的 是是是 我就是要看你这人挺成熟 挺好的 挺老实 因为我是二婚 不想找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您说了三件事 我把它归结在一起 只有一个字 叫钱 房子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孩子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对啊 手机虽然这件事少 少对啊 但是你轻握我了 对吧 对啊 他就是把钱当 就是拿得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问问老刘 说实话今天啊 有那条件吗 条件不是很好 买个手机能买得起不 能买得起 买个房子能买得起不 那买不起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47岁一直没结婚 是什么原因啊 那时候我的爸爸跟我妈妈 他们就生了我们八个姊妹 家里调窃的话 银行几啊 我是第五个了 调窃也不是很好 我爸爸过生的时候 那年是只有54岁 我但还在10岁 所以我想以前的时候 那时候是很苦的 是妈妈一个人后来 把你们拉扯大的是吧 我妈妈 所以把这个时间 就投到现在了 没有结婚 是不是跟家里的经济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对 他的家庭情况 你也了解吧 基本上反正也了解 要为啥那么理解他呀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年前 给我爸还打个电话呢 就问候我爸 给我爸打了点钱 那意思啥的 就是让我爸 就是啥的 这过年了 买点什么了 买点吃的 玩牌啥的 就是潇洒的 就是那意思叫 拿钱当给他零花钱玩玩 做事比较周到 对你好 对我也挺好 生活里还挺体贴你的 对 你就是 他唯一的就是骗我 我就说接受不了 除了他这个 在经济条件上面 骗了你 对啊 包括要不要孩子 这个问题上 有反复之外 我觉得你为啥跟我不说真话 这个你 你有没有能力 还得我也不可能 那什么 你除了这个 比如说在孩子问题上 我觉得叫反复 除了这种大原则上面 刚才你也说 他对您还基本算比较好 他这个人 还有什么让你不能接受的吗 他能接受 就是咋的 我问他抽烟嘛 他说不抽烟 我就不喜欢抽烟 这男人 我们俩这样没多久呢 李世平他叼的烟呢 说不抽烟 完了烟还跟嘴叼的 抽烟 对啊 你就不能说说点实话吗 原因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盖了很久的烟 没抽烟了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抽烟的原因呢 也是引起家里条件 经济方面压力 想起来很滑 很滑的话 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我就抽抽烟啊 有时候在外面娱乐一下 打打小牌啊 开心一点 你看看看 这牌又打上牌了 根本不打牌的人 他怎么又打上牌了呢 你说他是不是又在骗我 主持人 你说他 我这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账 我就感觉他这人 我没法判断 对啊 我都感觉他这人 怎么一点点 你看自个都说出了吧 他打牌啊 那我打牌不是都 天天 都是朋友 我说的一天不着家 整个半天是 可外的玩牌呢 你能跟他闹在一起吗 他人呢 太闷 那啥话就不 不嫌疑说的 就说出来 有啥事 你就可以往处说嘛 我哪儿不对 你也可以说嘛 不说 就闷在心里 你跟他说半天话 不再跟你说一声的 就像我是跟他说话 就说一小时 他都一小时不再勒你 太内向了 你是怕他吧 对 还不吱声 还说怕我 我就那么凶吗 那个是怕他啊 为什么怕他呢 你是怕他离开你啊 还是怕什么呀 还是你爱他 所以你不想让他生气 到底怕什么呢 你能说得清楚吗 我怕他心里面也爱他 我就不想跟他闹 我说有自由 不说为好 闯在心里 你看他闷在心里 不说好像 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个心里闷的 我特好奇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长沙吧 就是我有个朋友 开个是饺子馆 后来我就给他饭店 帮了是一段时间忙 因为他呢 是我朋友的第二产客 朋友呢 就跟他挺了解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 让他跟我俩接受出来 我是个二婚子 我也说了 我是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生活阅历上可能比它丰富一些 您在对自己的未来生活规划当中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您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几条的规定 比如说这一次的婚姻一定要幸福 然后我不要生孩子 可是呢 你发现它在一点一点地打破你的要求 与此同时又给你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是什么 这个人对你好 对你家人也好 你就开始犹豫了怎么办 看你要什么 我想跟大哥说的是什么 就是要孩子的这个问题啊 确实他这个年纪不太适合生育了 还有一条 要孩子这个事啊 它不是一个任务 它不是一个目的 要孩子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如果你们的感情到位了 如果真的有这个缘分 和孩子是一种缘分的话 那这个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来的 但如果你就是 把要孩子当成了你人生的一个目标和任务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她不适合你 谢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去走 谢谢 大姐 为什么哭啊 别哭了吧 大姐 如果她不逼着您养孩子的话 这日子能过下去吗 不逼我要孩子 你行 跟你过下去也行 你不能再骗我 她骗您 您觉得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没有这话 如果说她是一个您所说的 第一 又闷 坏说话 第二 好不是说话又没实话 还逼着您要小孩 您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 有时候关心我孩子 我感觉挺挺的什么挺好的 那这是您在矛盾啊 您不觉得在家里的相处的方式 您是绝对要说了算了 不容她有什么辩解 或者是理由 她也是迎合您的这个观点 对不对 始终是在围绕你转 她用了一些技巧 说骗 其实还不是说她是夸张 她的感受 您有没有过多的体会到 总是在说自己 大哥 要不饶小孩怎么办 大姐也想要 就是要不了 要不了也没办法 必须是感情为重 第二 孩子顺利生起来了 但是你能有力量去支撑起这个家吗 经济压力的话 凭我自己会努力 我自己能很少吃 我给孩子吃都可以 你看啊 你是在省钱 你不是挣钱 对不对 我的理解就是你没有这个信心 能让孩子过得很好 我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 大哥的确是非常的爱你 所以你呢 一定要体会到大哥这份心 第二一点 他的确暂时不具备要小孩的 这个经济实力和心理上的 这些安排 我们把让孩子这事 推到一个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的事 你让他知道 多跟他聊好不好 因为大哥其实老实 但是他认死理 如果你跟他去多聊一聊 那他舒服了 他其实还是以你为重的 好吗 那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刚才一直在掉泪 我想可能你觉得委屈 这个委屈不是来源于他 是你觉得自己委屈 为什么我一个真诚生活 不注重物质 一心想要一个有情的 家庭的这样一个女人 我会离婚 我会四十多岁还在单身 我会碰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 却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 迟迟还没能成家 你其实更多地在哭自己 哭过去 哭你对未来的担心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让自己更多地去考虑 你们感情当中 幸福的那一面 他没有坏心眼 他只不过是 想在四十七岁的年龄 有一个能够跟他 好好过日子的媳妇 儿先生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想要孩子我一点都不反对 因为我也见过很多 想要在四十多岁五十岁 成家的男人 不管是头婚还是二婚 他们要孩子 但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回去列一个清单 这个孩子我怎么养 当孩子一夜 要吃奶哭醒五次的时候 谁的体力更好 能够陪着他 是你 是你爱人 还是你们有老人 还是你们有月嫂 那这个孩子 当他上小学的时候 要去哪所学校上学 他的功课 谁来帮他一起完成 你把分工想好 把日子算清楚 清单一直练到 这个孩子大学毕业 包括他将来 如果是男孩 娶妻生子 你一项一项列好 你把清单列好了 你想想每一步 谁来完成 能不能完成 你再去决定这个孩子 我们要或者怎么要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为什么 撒谎在老刘这儿 就变成了小伎俩 在别的男人那儿 就变成了欺骗呢 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有点厚此薄饼 那是因为我们 觉得老刘老实 但是我们在觉得 他老实的时候 我们认为 他这种撒谎 只是小伎俩的时候 一方面也说明 我们很善良 同时容易 因为他老实的外表 而轻视问题的本质 如果将来你要跟老刘 继续相处下去的话 你必须给老刘画出底线 你别因为你看着老实 你就可以撒点小谎 小谎也不可以有 我们俩都是属于可怜人 如果要真正好好过下去 真诚以待 是最基本的基础 我在电台实习的时候 在长沙 我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是在东北饺子馆里度过的 一瓶青岛啤酒 一个小葱拌豆腐 一点酱干 四两饺子 我那一年就是在那度过的 这个饺子馆里面 也是两夫妻 男的跟他一样闷不吭声 女的挺能干 人家也买了房子 如果你真的有东北女人的那种能干 第二能够张罗事带着他 他如果是正儿八经 愿意听你的话 好好干 老实八交的 你们的经济条件是可以好起来的 所以最关键是看你 第一我所说的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子 老刘别看到老实 小撒谎他也会的 你一定要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 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在一起 第二好好地干 你们就开个小店 就做东北饺子 经济条件会有所改善 如果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了之后 再过几个孩子 你三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好吧 决定权其实是在你这里 就对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们这么去说 老刘是基于我们的善良 但是同时基于另外一点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也不是那么好被骗的 这段爱情其实挺有滋味的 通过相处 你喜欢上了这个 有点小诡计的男人 因为你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是真实 他骗你一万次 有一点是真实的 这个男人对你好是真的 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所以你才愿意相信那个黄 这就是爱情 加油啊 就是要为自己喜欢的女人 努力工作 知道吗 好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宝华 就是说我以前对你 骗过你的事情 你不要记在心里 还是嫁给我吧 愿不愿意 你就这么说就要嫁你 我得考虑好 因为你骗我 你能保证你以后不骗我了吗 我想以后 在一起共生组下去的话 我保证我再也不骗你了 保证 你个什么保证啊 保证凭我的心 难保证你 凭你的心保证 那我现在我也不能答应你 因为我现在得考虑好 好嘞好嘞 现在的话 我们两个人的眼睛 也有那么大了 不必要 太久吧 爷 来 请亮灯 好好考虑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请我 腿疼啊 老刘他腿疼 哎呦我的天啊 我腿麻了没事 我腿麻了 没事 你回来吧 他不用帮 用你帮忙了 我听懂他说这话了 脚站久了 站麻了 是麻了吗 啊 来 请转门吧 他哭 他给他递餐巾纸 一听他腿不好 立马就跑过来了 细致和体贴 是装不出来的 请开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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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锻炼锻炼了 这日子过得太好 站也能把脚站麻了 谢谢大家 有请我们的小发童 有请 现在就以前 骗了你 还是嫁给我吧 还是嫁给我吧 哎呀 对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世界 小吕 咋的还不高兴了 高兴 高兴 是羞涩 来来来 理解错了 好 谢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老师 拉长幸福距离 来填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